如果大家在考试阶段想吃一些零食的话 我觉得奶制品水果和坚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比如说喝一些酸奶啊 然后再吃一些坚果 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和新元素 让大脑能更加灵活 另外呢都是水果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于坚果的话 我们超市里都有卖那种一包一包的 每天一袋的那种小坚果 其实还比较好 它是一种混合型的坚果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备烤的时候 都可以去超市里面买一些来吃 品牌无所谓 保证一定量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就比较好 每天用一小把坚果来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就足够了 最后一点呢是晚饭一定要早吃 我建议大家晚饭在睡觉之前五个小时来使用 而睡觉前两个小时你可以适当的再喝一些牛奶 吃一些巧克力或者饼干来补充一下能量 不建议大家在临睡之前试的太饱 这样的话对消化系统不好 同时也会增加睡觉的一些负担影响睡眠 晚餐还可以加一些酸奶呀 核桃粥呀 银耳莲子粥这样的一些比较安神的东西 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更加容易的入睡